大家我们只要关心马勒卡台风的最新动态 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开始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雨势还是会持续的增加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 目前我们台湾受到这个马勒卡台风 降雨最多的地方是在我们中部的阿里山区附近 已经有突破200毫米了 其次的话在宜蘭也有大约70几毫米 那么提醒大家今天中午过后 雨势还是会持续的累积 预计要到傍晚过后 这个雨势才会逐渐逐渐的缓和下来 但是真正我们台湾要完全脱离 整个台风的暴风圈的影响 可能要等到今天的深夜或者是明天的凌晨了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更明显地看到 主要降雨的区域在我们的中部阿里山区附近 那么降雨的原因主要就是 因为虽然在我们中部跟我们的这个台风的中心距离 其实并不算是太近 中间还隔了一个中央山脉 但是因为这个台风的环流 外围环流绕过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 来到我们台湾的西半部 所以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西北风 那么跟我们中央山脉的走向 是呈现一个垂直的状况 所以就很容易有对了云气在山区附近生成 那么接下来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随着这个台风逐渐往北边移动 整个中部以北也会逐渐变成 受到西北风的影响 也会比较容易在山区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 今天下午要持续注意 那么除了中部以北之外 东北部的雨量也要注意 今天下午也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震雨的情况会造成 雨量也会持续的累积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台风的路径 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我们宜兰的东南方 大约是120 130公里 海面上阵持续的往北北西转 北北东的方向移动 七级风的暴风圈 暴风半期大约是180公里左右 所以我们台湾还是有部分陆地 是有受到整个七级风暴风圈的影响 但是其实这个台风的整个云系的结构 是稍微比较内缩一点点 所以可能在感受上 没有那么明显 再加上它的刚刚因为说这个云系比较内缩 再加上它的风速比较强的地方 是集中在它的台风也核心的地方 所以在它外围的这个地方 呈现出来的风速可能不见得 有想象中像中路台风这么强的一个风速 但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 随着台风逐渐往北边移动 那么在今天下午过后 整个阴风面下来 会在我们大台北地区 也会呈现一个比较强的偏 北北东风的一个情况 也会是一个阴风面 所以沿海地区的风浪 也还是会很明显 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前往海边 或是危险的地方去活动 那么我们从这个路径图上面 也可以看到大约在今天深夜 到明天凌晨的时候 这个七级风的暴风圈 就会逐渐脱离 我们台湾就会逐渐脱离整个影响范围 那么到明天清晨8点的时候 就会来到我们台湾的 北北东方的海面上了 那你看一下未来的这个情况 这是气象雨保模式的预测图 随着台风逐渐往北边移动 在今天下午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醒过的 慢慢的这些外温环流下来之后 有一些偏西北风或是偏西风 容易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庄商上面 中部以北地区的山区 造成比较明显的降雨 但是也随着台风逐渐往北边移动 整个降雨的范围 也会由南往北慢慢的来递减当中 但是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之前都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在这个未来 随着台风逐渐来到我们台湾的 北北东方海面之后 在逐渐的往东北方向移动之后 我们台湾受到的影响程度 就会慢慢的减少了 而且同时可以看到 这个台风并不会引进西南气流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明天在我们台湾的西北部 这个西北侧的这附近 还是持续有受到一些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震雨发生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风的部分 这是由中央相聚所提供的 最大的阵风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所预测的结果 那么主要要特别注意的 还是在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醒过的 迎风面 在我们的北北基这附近 还有东北部阵风 最高可以来到9级到11级 另外外岛的蓝与绿岛 可以来到12到14级 那么在西半部的话 最高可以来到7到8级 台湾的苗栗则是5到6级左右 那么到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随着台风逐渐往北边移动 甚至是有点慢慢的离开台湾的时候 这个风速会慢慢的降下来 中部以北大约是5到6级的这个阵风 那么在我们的北北基的话 大约是7到9级的阵风 那么在我们东部地区的这个风速 也会慢慢降下来 不过蓝与绿岛 可能还是有12到14级 那么来看一下在雨量的部分 这是由中央局所提供的 总雨量的预报 目前看起来降雨量最多的地方 可能会是出现在宜兰的山区 但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醒过 虽然说宜兰山区从气象局的预报的时候 预报量看起来有400毫米 但是除此之外要特别注意的 还是我们中部以北的山区 就气象局预估的降雨量 可以来到这个200到300毫米左右 但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醒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瞬间比较强的这个降雨 虽然数值看起来不算是很高 但是如果是在几个小时之内下完的话 我们的这个土地不一定可以承受 所以也还是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山区 可能容易有一些 潭房落水的情况 也进行大家前往山区 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么当然在台风天的话 尽量不要前往山区 那么最后要提醒大家 目前这个台风 正要最接近我们台湾的时候 所以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我们中部以北的这个风跟雨 都会逐渐的增强 尤其是山区的雨量 那么大台北地区北北激烈的话 就是要特别注意 风浪也会逐渐的增强 尽量避免前往沿海地区 或者是山区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台风快报 七尺 enquanto 五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